主持要3459,1800 有時候他們也不是最有機會取勝 有時候他們也想賠得值不值 不用這樣,是說賠得最高的馬 又不是你去買 例如13號得勝多 跑兩次,贏兩次,100%取勝 4,1,1,2,1,2,1 跑六次 有五次入球,很高概率 這場有三個贏過的 龍船狀元,安城,得勝多 近跡較好的是健康快驅 合火精英 再數到是得勝多 跑第四 上將 第五是隱形翅膀 勝利後王 比較冷滿 初跑始成的馬 就是黃寶 健康快驅 合火精 合火精英 隱形翅膀 勝利後王 這些 就像這樣 勝出率 勝出率 較好的是 13號得勝多 跑過兩次,兩次都贏 然後數到下去 就是別的 第二號龍船狀元 跑兩次,贏一次 健康快驅 近期 跑過第一 前仗第五 前兩仗也是跑第一 六次賽職 也有四個 上名的 三個贏 真的不錯 一號王寶 六次賽程中 有五次在前三名 雖然初跑始成 但是 他確實是 六次賽職 是很好成績的 主持選擇4號膽 我選擇4號13號 選擇兩隻成績最好的 4號六次賽職 之中是三個第一 4號 4號 合夥精英 第2次,就是第3次 natuurlijk 第2次,就是第2次,第4次 第5次就是第3次 第3次,足夠在第5次 第5次第5次,第1次第4次 第12次是上次第4次 第1次第4次,第5次第5次 第4次第3次第5次第6次 第3次第3次第3次第6次第2次 跑两次赢一次,所以2号是很合理的 这样的赔率很划算,31倍 我选择4号,13号 13号就是 蓝色帽,现在看到这只 蓝色帽,红白咒 红白咒,蓝色帽 7倍 一定有很多实力的 跑六次 有5次是有Q回来的 上一次跑马地 跑到第4 然后回到手盘路程 好像回到以前的跑法 也很稳健 4号不停下,5次赢 都是9多元之间 跑完 3号就是 跨道口 红白咒 红白咒 波剑士 波剑士 赢过这个路程 其实这只马 上次第7,前次第5 近距就好像沉了一点 但这只马 6次赛程中有2个第一 11号就是安城 安城 赢了这个路程 有0.14的胜出率 安城 现在11号 很快红灯了 差不多够钟了 差2元 差不多 完成 暂时就入了5匹马 好,继续看到他们是月风云 都没有红绿灯 只有4号6 红格 隔晚也是他 現场也是他 鏡頭沒有拍到,多多勇俱進去 大熱門,健康快驅 沒問題,接著安城 他的朋友安仲,經常一起跑 特性多,也準備入閘 黃寶,接著入閘是超翠 看看核火精英,入閘的情況有沒有改善 也沒問題,全部馬不准备,長賽事 三班千八,一支獨秀大熱,是四 一開閘時,前面快一點的馬,看到外面位置是黃寶 中間龍船狀元,再見到第三位,外面是超翠 中檔外面,淺藍帽,得性多 內欄隱形翅膀馬,中間紅衣白毛安城,外面合火精英 後面的馬,先見跨道口,外面標誌五支 尾五位置,藍眼罩,是月風雲 尾四那匹粉紅衣,貼了藍,是健康快驅 後面三匹馬,聲利猴王,拍著多多勇俱 暫時帶墮後的一隻馬,是安仲 過了千二米段柱,前面龍船狀元,放了出來跑 外面走上去,是黃寶 中間第三位,是特盛多 內欄第四,還有超翠 外面第五位,藍綠三那隻,有合火精英 在後面的馬,有安城,內欄隱形翅膀 後多層,內欄粉紅衣,就是健康快驅 在外面,跨道口 外面位置還有標誌五支 尾四,藍眼罩,月風雲 外面還有勝利猴王 外面多多勇俱,包了最後,仍然是安仲 好,轉彎入直路,前面佔線的馬,仍然是龍船狀元 黃寶第二位,外面合火精英大面窟已經上去了 再見到拿出去的馬,有得勝多 拼到最出,見到上來就安仲 在內偷位上隱形翅膀 粉紅衣健康快驅,也拿到外面望空衝刺 外面追,還有跨道口,繞到二百多米 見到合火精英鬥緊安仲 外面健康快驅上來,再見到外面位置追 還有多多勇俱,馬林中間,還有月風雲 最後一百米左右,透出的馬就安仲 在合火精英,外面上來是健康快驅 最出位置還有多多勇俱,接近中點 健康快驅贏了,跑第 我健康快驅贏了,但是那隻 我隻得勝多就 力戰而敗了,真是 哈哈 四號 八號 八號 合火精英有分拍照 五號有分拍照 五號有分拍照 多多勇俱 冷門馬來的,多多勇俱 隔晚二十幾倍 主持人說他會落到啡格 但我們已經沒有畫面了 四八 好,這隻得勝多 初初在這裡,藍色帽 黃寶在外面 第三位 最後都是沒有派載的 一號二號 三隻馬在前面 貼爛又貼不到,經常頂住 這隻跑得很吃力 想留 又很難留 這個位置 你一旦留了別人 在後面上來,你又下了後 真的 現在呢,二號仔 帶頭 龍船狀元 黃寶 我買了這隻拖著Vin的馬 前面兩隻馬在鬥 黃寶在這裡 變成冷門 今年表現這麼好 成為冷門 二號、一號 十三號 在這裡 已經沒什麼力了 這隻馬 跑得很吃力 這隻馬 合火精英 有份 有個白色面褲 這隻 合火精英 好,看看毛雷拉 什麼 馬 看來這裡 毛雷拉 衝上來了 這隻 三隻馬 差不多是平頭 四號仔 贏了半個馬位 那隻八號仔 跟著毛雷拉 在外面跑 被他中了一條Q 四八五六 十三號 沒有拍 今天有八兩元 四五 就 四五八 好